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8月8日凌晨 桑普论症时间, 希望大家留言,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这些广告,看完这段片, 以及利用Superfans Function赞助支持榜业人 尤其是patreon可以每月定额付费, rather than免费订阅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再继续讲讲关于一些香港和江文维的新闻 所以我知道江文维的新闻, 大家都已经听到很满的了 小小事可以跟大家补充, 稍后会讲到 我都知道大家都很有兴趣想知道, 美国大选的最新情况 尤其是民主党是哈里斯·卡尼·哈里斯推出他的副手 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华兹, 就是Tim Vox 很出乎别人的意料之外的, 我都猜不到, 我想特朗普也猜不到 他在接受Fox News的访问都说, 这件事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那这个Tim Vox, 他不会选George Shapiro, 也不会选Mark Kelly 一些相对比较中间派的人, 两个都极左派, 个个都一起扮中间派 但实际上他们的极左政策, 边境, 边姓, 警察拨款的Defending 偷抢的一些缓起诉或者甚至无不起诉的一些政策 这个支持者, 和这个索马里的穆斯林, 难民在这个明尼苏达州 建立一个新的索马里, 选出他自己的国会议员, 黑命贵运动等等的推波助澜, 演成全国的暴动 Tim Vox, 难辞其咎, 虽然很多人说, 他都无望六四的, 他都会支持中国民主的 他都跟黄之锋打过卡, 见过面拍过照的,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认为他见过黄之锋支持过六四, 于是乎就觉得, 好人,一定对中国强硬的, 是吗? 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大问题 我先讲一个香港的新闻先 香港第一,首先讲江文维, 之后我讲一个更重要的新闻 就是一个灭港的计划会出现, 就是我们会讲到 先讲江文维, 江文维退役8月6日, 宣布他会加入马会8月11日, 就开始做第一份第一日的工作 大家昨天听我的节目都知道, 就是他会做对外事务助理经理, Assistant External Affairs Manager 这个是负责, 但问题就是说他当时的 Job Description 就是去招聘的时候的广告, 就需要有人是有全信公关公共行政学士学位 而且对外关系, 政府关系, 或者媒体, 企业传信领域 至此有六年的工作经验, 他显然无论的全职运动员 几个月几年, 再给你另有他途, 给其他的职位给你, 所以说有党在后面做事绝对不同 当然江文维有这样的说法, 今日的新的一种讯息就是昨天 8月7日, 香港的明报的专栏, 民风不动表示, 江文维里申当日, 就是8月11日的当日 就要参与对外活动了, 就马不停蹄, 没得休息的嘛 那这个星期日, 里申非常少, 因为通常工作都是在星期一才里申的 星期四, 而星期二日, 要他立即去做这个所谓的First Day的话 是非常罕见的, 但他说他里申当日, 原来有事情要做的 就是这个马会赞助的计划 就是共创明天的天, 就是15, 16, 17的天, T-E-E-N 就是写英文的, 共创明天 那么计划的青少年学员呢, 那些青少年学员呢, 全部都是明日之星啦 哎, 江文维来得对啦, 你不是做对外事务助理经理嘛 你就陪这帮这样的年轻人, 一起去哪个地方啊? 杭州啊, 去杭州啊, 去杭州参观、 学习 这是什么工来的? 你陪一帮年轻人搭飞机到杭州到, 看西湖啦, 吃这些杭州菜啦, 看看我们国家多么壮丽 可以看到多么有宏伟的国家观啊, 中国的这个式的现代化啊, 新质生产力 新时代习近平社会主义伟大思想啊, 那你就去看看啦, 中特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你就去看看啦, 啊, 什么东西, 然后说, 哇, 什么东西都行啦, 行 那江文维呢, 就随团带队的, 就是说你做什么呢? 你做一个导游的, 那你去那个地方呢, 建杂嘛, 那顶你青少年啊, 哎呀, 江文维好啊, 嗯, 请食士多啤梨啊, 是不是? 就是, 是不是, 个个都是救命, 都几十岁啦, 有救命, 我三十岁啦, 你们都十几十岁, 你们很年轻, 我救命,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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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岁啦, 是不是? 接着他说, 你们这么多个年轻仔, 吃了早餐没有啊, 这样, 记住吃早餐喔, 还有记住吃士多啤梨喔, 你要这样跟他说嘛, 是不是? 应该这样跟大家去复杂一下, 说小小说啦, 嗯, 你要跟他说一下, 那跟着呢, 这个, 这一天, 他理解 起身之前, 还要做场骂子戏, 不止是去杭州, 前夕去哪里呢? 8月10日, 香港人有眼福啦, 你们那些骂子都喜欢他嘛, 政务司司长, 担任主席的青年发展委员会, 那就在会展, 举办这个青年发展高峰论坛, 啊, 这个青年发展高峰论坛, 啊, 这个青年发展高峰论坛呢, 盛光荷日, 啊, 江文维, 谭子,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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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icated for 吓乾 collection, 啊, Ctrl and St damn and Pientist in a種, 串通, 就是Piandist, 啦,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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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我想大家看到,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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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家看到, 啊, 啊, Derekante,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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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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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家已看到, worksheet ,啊, 啊,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哇, 啊, 很棒, 很棒的, 啊, 很棒,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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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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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除非不行, 啊, 對啊, 除非不行,而不我な, 那這個馬會 的宗旨和核心的脖, 就可以被 以谭资源为首的马会核心骨干 带着刚刚出身的30岁黄毛小女 江文慧来出来亮相 万众欢呼 有一堆梦会在那里 有一堆陈虚的人在那里 我不知道现在那些评论人一直支持江文慧的 去不回香港 支持江文慧 在这个青年发展高峰论坛 不得而知 只要记住印上他本 中国人民大学的碩士论文去 透过占中事件 反思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完善途径 带一本去 大家一起问回 这个江文慧 可不可以解释什么 这个Schmidt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可以问一下这些问题 可以问一下 你先听我的节目 我知道我说什么 他论文又写到这些东西 希特拉 几个大国师 又说一下这个 他的老师 莫于川的感受 就访问一下他这个问题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将他的真身直接了当地逼出来 OK 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的事证 而希望他有所回应 拆穿他这种 用笑容掩盖他邪恶的一面 这点很重要 有些人对着你笑 越笑就越深寒 这个就是我对江文慧的看法 好了 有些不像江文慧地跟你笑 有些咬爛了臉 咬爛了臉 就跟你露出真相的 就是那些犬牙 永远是露出来给他看 我就要试你了 谁呢 有个人 这个人叫做防汉庭 不是防 不是啊 成龙的儿子啊 是防汉庭 一间房的房 防汉庭 汉潮的宫廷 防汉庭 这个是什么人呢 叫国家浙江大学的 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突然之间他这个人 灵不见经传 那桑普说他做什么呢 因为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而且得到有很多的一些媒体 大使地去吹去 那么这个文章叫做 加大制度型开放创新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 正当其时 那么很多人看这些标题 都是党八股 就觉得 哎 了无生意 都是 每个人都是为了表中 说一些无聊的东西 哎 今次不是啊 他说一些东西呢 完全有想过 度过 而且想过度过 是很恐怖的 有想过度过 他提了四个概念 全湾一正 不是全湾啊 不是那个地铁站 不是那个区域啊 是全部的大湾区 一个政治的政治 他没有说呢 一个政府啊 他说全湾一正 是一个政策啊 政府啊 政治啊 政权啊 他完全没有说啊 这些中文完全是松玉萌的嘛 全湾一正 整个B 一个正 B area 第二个 全湾一币 一种货币 大家没有听错 他要消灭港币 和澳门月 全部用 离岸 数字 人民币 不是人民币啊 是离岸 数字 什么数字呢 就是你只是 那些钱 你不会印出来的 但是呢 你会在你那个电脑螢光幕上呢 手机那个屏幕上呢 看到有多少钱的 是不是很厉害呢 证明你是有钱人啦 设计的 零什么都行啦 不过你按不到出去 是这个意思而已嘛 数字人民币 第三个东西呢 就是全湾一正 全个大湾区啊 没说错 不止香港澳门啊 整个大湾区啊 一正 今天影响很多税务 我会讲到 第四个 全湾一关啊 一个关卡 搞定了所有的东西 基本上是消除了越港 就是深圳香港那些边界 珠海和澳门那些边界 完全消除 他说呢 这些边界要北移 去到湾区和内地的边界的 就是湾独呢 就是简单的就是 广东独立呢 就不得而知 一定不会的 总之就是 变相撤销 是完全撤销 越港和港 越澳之间的边界 在这个大的湾区里面呢 实现零关税政策 但不好意思 你几零关税没用 不好意思 别人爱国 美国不会因为这样 所以他对等地 对于这个大湾区 实现零关税政策 有没有读2020年 美国国会通过的 香港政策法 特朗普总统当年 45任总统当年 他的行政命令是什么 香港视为没有autonomy 它不视为一个独立关税区 何来你自己搞的零关税政策 美国就会跟从呢 即使你说 这个大湾区以外的中国 内地 内地 引号我不中用这个词 内地 他们收美国英国那些 商品的关税 比如10% 20%的话 不要紧要 你只要进去这个大湾区 全部都是零的%关税 所以希望你按照世卫的规则 最惠国待遇 可以你自己 都是对于中国的 大湾区的产品 可以征收零关税 美国已经说no 是不是 特朗普要废除这个 最惠国待遇 虽然他未必 现在还在说他当选 我们说11月5号才是当真 但如果他当选的话呢 他不管的 regardless 但我问你了 这个哈里斯 华兹 他们今天哈华配 会有没有说清楚他们想要做什么呢 你不要再跟他说六四的东西 一大堆的人 拿六四来做文章的人 大有人在 以前什么红炎那些垃圾 那些民运人士 他都说过支持过平反六四的 那你就拿出来来说呢 你不是一个人 说过支持六四 就可以了嘛 他是一个对于中国亲善的政策 是华兹的本色嘛 再加上他今时今日对于中国的 在美国来说左派的政策很严重 还有你告诉大家 你知不支持大幅加中国关税 要在现在的关税基础上 科技战基础上 大幅拉升 因为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 头号威胁 不能等限时之 莫斯科 俄罗斯是第二 中国 北京 是第一 要对付PRCCP 这个才是你们要做的事 今天你不对准这个窗口来做事 不得了 是不是废除最伟国待遇 中国的最伟国待遇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问 哈利斯和华兹的地方 而不是和大家怀面过去上陶醉 有一幅和黄之锋的合照 一大堆人和黄之锋合过照 今天代表说 OK 不是用这些那么肤浅 智商低的方式 来回应美国和世界政治的问题 直击我们未来要追求的政策 扣问他们是否支持 这个才是重点 OK 好了 回到这个问题 这个所谓中共战狼 防汉庭提出 四个全弯的政策 一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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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否献计救党救国呢 他说是的 刚刚讲的这篇文章 他就批评 现在大湾区太多政府 正出多门 协调效率低 尤其是广东省政府 深圳市 又珠海市 又香港 又澳门 正出多门 协调效率低 成本高 建议承诺这个 所谓的 刚刚讲的这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呢 就是要 即将要成立的了 那么这个委员会是做些什么的呢 就是说要成立一个大湾区 的这个中央粤港澳大湾区委员会 就刚才叫中央粤港澳大湾区委员会 就由中共中央直接去捉 直接去管理 大湾区会升级为 国家离岸经济中心 成为一个超级经济特区 而香港和澳门的特区政府 只是在社会治理领域 保留 保安 教育 劳工 福利等等的社会自治权 而其他的所有的权利 包括经济政策 包括财经政策 货币政策 等等所有这些政策 完全由中共中央 拿回来 股市的 房地产的 建设的 这个比如说你看到那些货运的 建设的这些事 比如是否建什么铁路的 完全由中共中央直接管理 也都由这个中央粤港澳大湾区委员会的管理 不到各个地方的政府去做事 OK 也都不到各个地方的中联版去做事 港澳版 我们成立了一个超级的中央粤港澳大湾区委员会 做所有的决策工作 包括主导 设计 规划 和战略决策 而各地的政府 包括李渣昭的特区政府 只是负责执行落实 这个情况就好像李强 至于习近平的关系一样 李强就完全执行落实 没有决策角色 一切都是那些中共中央那些什么 经济委员会 习近平一拍板 就是那些 习近平最大 决策所有东西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那么这个策鞋王 王汉庭 看穿习近平的心意 就说 这帮地方官 我理得什么特区政府 什么司局长 理得你什么中联版 港澳版 全部都是执行落实 最大一个叫 中共中央 粤港澳大湾区委员会 大过你们 那么退出刚刚这样的情况 刚刚这样的一些政策 那就是做这个政策出来之后 不得了了 因为这个政策 就有几个特色 就是削减地方政府的权力 这个其实中国政府历史很多的例子 之后三种货币的币端并存是有币端的 他说三个货币并存是影响湾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最需要有港币 所以我就说你不要以为 我以前讲过一些评论 港币始终有一天会废除 我在台湾的节目讲过 我在这个节目都讲过 现在就讲给你 你才开始可以吹吹这件事了 对常住湾区居民发放统一的湾区录卡 以后香港的身份证不用了 你什么换电子身份证不用了 你当时引出湾区录卡 没有的话 你就不再是香港人了 喂 这件事有趣 连带买 香港的特区护照 都可能没有了 你不是说BN都不行 他特区护照都不给你 为什么 湾区录卡 有湾区录卡 如果外国人不承认这个湾区录卡 是外国的事 你们香港人 特区护照 可以说是个鸡垃 最后一定会全数铲除 湾区的车辆 实行统一的湾区录照 即是说你香港录照 标什么不好的 玩完的 湾区录照 而他最后最后交税 湾区就是免关税 所以全区有统一的税务的调动 是啊 我再说多次 特区的社会自治权 仅限于保安 教育 劳工 福利 收税 不是香港拿税的 这个才是重中之重 国共产党国重中之重 香港人收的税 交给湾区 你香港没有独立的财政可言 这个才是最核心的部分 税务全温一证 一张证件通用 你交的税 是交给幻区 不再交给特区 不是再交给香港政府 目的是什么 割韭菜 你说我们很少韭菜 那那些港商呢 那些行龙 行基 新鸿基 李卡星 和他们其他的一些商人 没有了 就是按照这个协议 这个决议 全面完完 大湾区是中国突破围堵的明灯 他就今天做灯神 他要做大湾区是中国突破围堵的明灯 他说港澳和国际市场 是没有脱过欧 没有脱过链 没有脱过罪 所以期货可居 扩大这个湾区 吸引更多人 所以吸引了什么呢 非洲和中亚的垃圾国家 欧洲会不会为所动呢 英国会不会为所动呢 我觉得这个比较难一些 中国企业的事业 也都利用这个湾区 作为非地 去融入国际的 那美国会不会理解你呢 那这个是大问题了 OK 这个就是他的政策 很荒谬的 现在荒谬的事 就是一楼一楼 不止这件事 譬如尖沙咀的历史博物馆 第一天已经开放了这个国家安全展满厅了 那么月球的银石 银石旁的天制呢 竟然放一块东西在那里 按照月球协定 虽然中国俄国英 美国都没有签署而已 喂 你不可以拿来盈利的 这个地方收钱的 那么盈利的话呢 是不行的 哎 中国做这些东西 那些月球的银石 来到这个香港的这个尖沙咀 历史博物馆的国家安全展满厅 去这个展满 那么当然的展满厅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譬如说 讲港版颜色革命 说呢 送中条例这个名称 故意曲解了这个逃犯条例的本质 最后就是那些反中断港分支 和爱国势力 就是勾结在一起 搞乱香港 他说呢 这个阴招选招进出 然后说呢 敌人可能就在身边 就像台湾以前说 匪蝶就在你身边 参加了这些东西 好了 讲这些东西之后呢 就说呢 最重要的是 有个市民呢 对着这些很大的五星红旗 在这个局宫 那么希望他独谷三次 对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呢 一国公 二国公 三国公 找起了整班这些 激 全部的高官 全家出来 家属借礼啦 要不要占养为佣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最好就是 这样对付这些垃圾的地方 三国公 他是家属借礼 OK 因为大家 这个上演行为艺术嘛 找个人三国公 旁边那个呢 带了白花在这里呢 然后和你们一边哭 就可以了 那么就占养为佣 那么占养谁为佣 希望看看谁死先 就这样看下去了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 在国家安全展览厅的东西 当然这些厅一定之后要组织那些什么 那些学校啊 小学啊 中学啊 在这个地方参观 写读书心得 什么写展 参观心得 要写到哭 然后写完之后呢 就是全班挑几个人出来 朗读一下他最厉害的那些 这个参观心得 然后越朗读越哭 七成上面 整个江文慧一样 哎呀 哎呀 救命啊 我几十岁了 嗯 我现在呢 读少少东西先 嗯 这件事的话 大家吃早餐没有呢 记得吃早餐啊 记得吃士多啤 因为我这么和大家说嘛 很开心啊 所以这件事会洗脑的 那我想这些情况 老师要交差 校长要交差 保安 教育局也要交差 特区政府也要交差 每一层的政府 这些垃圾流落 全部要交差 交差向哪个地方啊 习近平交差 证明我是do something 特区政府 港共政权 中联版 港澳版 全部每个人都说呢 用这件事成为他 要讲给全世界知 讲给习近平知 星常 我在香港做完事了 香港已经被我管得 堵堵的了 你看看有市民向国旗鞠躬啊 你看看我们每次 都几多个学生 一年啊 整十几万去参观 有数计 今天数字管理 国家安全指南厅开放了之后 香港人 个个都爱这个国家 习近平你真是厉害的 中国式现代化 新质生产力 新时代习猪头银 习近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香港人脱胎换骨 你最厉害的 这个愚蠢的习近平 YES YES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他不会说这些 好 好 很好 很好 赞成的多少 反对的多少 反对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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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所以我们中国就要靠他们粉碎和滅亡 我们不要颠覆的 我要瓦解粉碎灭亡灰飞烟灭 那我们就要靠习近平的 所以你不要就习近平死 他真的要在这里 OK 他不在这里的话 中国怎么会灭亡呢 我们就要中国灭亡 就要靠习近平 OK 那习近平只要在这里一日的话 我就放心了 OK 千万不要占阳为庸 这个不硬 桑普跟你说 不要这么快 那这个国家安全展览厅 就会成为 很大部分的香港人 心目中的笑话 你要他去做的 就行李宇做一下 但是你说 会不会换来 大家的一种对于国家的爱 对于党国的热成 对于他们的支持 对于玩送中的时候 参与洋行社会示威后悔 不好意思 是不会 我代大家回答 是不会 OK 不过呢 我在外面 我说得很大声 你们大家 如果还留在香港 楼下来的人 那你们不能说 等我来说 是吧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说出了 大家的心声 另外呢 也有很多人 展露自己的心声 但是你知道呢 减格西金 以前有国安法 以前有公安条例 以前那些 港英时代港法 那今年3月23日之后 有什么呢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就简称23条本地立法 那你说有没有用到 以前对付周恒彤那些 都用这个 即六四的时间 周恒彤又拉过一次 都是用23条去拉 你看到其他的支联会的前成员 都是这样拉法 另外真的说呢 检控的是什么呢 那些情况没有检控 但有统计指出呢 由323去到现在 来说 已经有成接近四个半月 那在头三个月 即323去到623这段时间里面 至少已经有三宗的个案 是涉及23条被检控的个案 欧建威 朱启邦等等 他们告的全部都是同一宗罪 就叫做煽动意图作为罪 那最近呢 刚刚讲的朱启邦 朱是朱侯的主人 不是这个 朱元璋的主人 朱侯的主人 朱启邦呢 是个27岁的男士 他今年612 6月12日 穿着印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衣服 带上黄色的FDNOL 什么是FDNOL 还记不记得 我再说一次 什么是FDNOL NOL 五大诉求决一不可的黄色口罩 那他们 那他们 穿着衣服 再戴上口罩 就在石门的港铁站外面 游荡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也都呢 在警察问他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拿到那个身份证出来 于是乎就起诉他三宗罪 一就是呢 按照这个23条 那些煽动意图作为罪呢 去起诉他 二呢 就是说呢 用公安条例 一边 不遵从要求 而出示身份证明 以供查阅 来起诉他 第三 就是说 有意图游荡 用游荡罪来起诉他 他的律师真是很好 他的大藏就是关文蔚 在8月7日西国龙裁判法院 再次提讯 他的大藏关文蔚 就说呢 被告朱启邦 有打算承认这个煽动意图作为罪 就是在这个地方跟你拗 都多余了 免得光复香港时代革命3 再加上黄色口罩 就是FTNOL 免得跟你拗 承认他算数 因为跟你拗 越拗 拖很久的时间 而且 在这个刑隔世禁情况下 输硬 因爲什麽 哪个审这宗案的 总裁判官 蘇惠德 惡名超章 审这宗案 拖下去 对他亦都不利 所以算了 但问题就是什麽呢 先动罪 刑 第二条是什麽呢 是公安条例的 不遵从要求 而出示身份证明 已公 这个查阅 他说 不对 你要告的 就应该告 这个在入境条例 即是说 没有出示身份证 即是说 那你用入境署的条例 入境条例 没有出示身份证 或者没有带身份证出街 我会认这条罪 但如果你说 不遵从要求 而出示身份证 已公 越南 查阅 他说 当时的被告 真的没有带身份证 什麽叫 不遵从要求 而出示身份证 是你有身份证 而故意阻拦 警察 而不出示 即是 不遵从要求 而出示身份证 你有身份证 而不出示 所以你用公安条例 告错法条 你变更法条 去变更去到 入境条例的地方 被告准备认罪 第三 游荡 被告打算不认罪 因为游荡 就是说 你游荡其家意图 犯 可以逮捕的罪行 indictable offense 这是香港法律 大家读过法律 indictable indict 就是 这个 就是 檢控 就是 意图犯 可以逮捕 和檢控的罪行 我想这一点呢 就是你要这样做法 那请问你游荡 意图犯是什么罪呢 如果你今天 你讲的是 那些罪你已经告了 那你基本上是 后的行为 吸收前面的行为 你不应该告新的罪 OK 那这个是基本的原则 那这些人呢 完全都 不用这个方式 来做论辩 所以香港真是无法无天 他不单止是说 专制独裁 他根本上 告的罪 明显不合理的 都告一大堆 好了 如果这宗案件 即被告想着去认罪 那肯定就是被判有罪 所以我说 这是二十三条 的第一个案件 是会被定罪的 这是朱启邦案 绝对有可能 这个条文是 维护国家安处条例 第二十四条 括弧一括弧A括弧I 出于煽动意图 作出一项或多项 据煽动意图的作为罪 判刑多少呢 很惨的 以前 这个所谓的刑事账条例 第九条 和第十条 最高是两年 即这个情况 就类似 这个羊村案一样 即当时出了一本 漫画书 结果就将一些 言语治疗师的五位的朋友 同道 判了接近两年的刑罚 好了 现在怎样呢 这位朱启邦 按照二十三条 七年 是最高的刑罚 不是以两年 最高的刑罚来量度 所以他判的刑罚呢 分分钟就会很重 而且是首例是这样做 所以呢 不容乐观 即他判的刑罚 如果他第一次这样做 可能都会判 两年三年 三年 是相当重的 另外根据修改过的监狱规则 就知道 当 这个 这个 程教处处长 认为呢 是不会不利于国安 才给你减刑 即使你 朱启邦 被拘捕了 混了入策了 行为量好了 不行 因为 但是 他的 程教处处长 也都不会背这个票 觉得你 有利于国安 不让你放 就不让你放 你看唐英杰就是例子 是吧 美国队长2.0 就是例子 那你说 香港的新闻是有悲哀的 即我说这些新闻 我肯定 即是大家 我可以用客观的数据看 做讲这些东西 大家的数据 点击率 流量 流量 不及得上 我说江文慧 不及得上我说美国大选 但我很希望用我的节目 用我现在能够做到的自由 有的自由 去珍惜这个自由 去讲多些东西给大家听 可能大家都会在其他地方 吸收有关的资讯 但如果流了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 这些新的知识 但都通过这些资讯的再现 再次显现 和分析的存在 证明给大家看 我们关心香港的精神 从来都没有减退过 也都很希望 是祝福 在香港依然 依然生活着的香港人 你们不要放弃 是的 你看朱启邦他都那么勇敢 没有放弃过 与哀哭者同哀哭 与受难者同受难 今天 听审 旁听 追车 写信 探监 尽力用你的身位 将他们的故事 说真香港的故事 大声地在外面说清楚 而且 希望 大家日常生活中 不合作 反抗 抵抗 就已经非常足够 只要在香港的人 依然被大家看到 有间歇性的 日常生活的抵抗 就已经足够 我们起码在外面 可以把这些真正的香港的好故事 告诉世界人知道 香港政府玩完 香港人未玩完 如果香港的人放弃了希望 放弃了这个信念 我从何说起呢 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或者天命去做事 我看到很多勇敢的人 何韵思也好 黄耀明也好 很勇敢 这些就是日常生活的抵抗 希望有更多人更加勇敢 多些 你说要勇敢到哪个位 我真是不知道 你用着朱启邦 穿着香港香港时代革命的T恤 跟着戴个黄色口罩 写着FDNOL 就以为这个地方就很勇敢 其实这样真的是送头 我不是推动大家做这些事情 但是很多位可以做的 我希望大家都珍惜 这一点 那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继续讲多些香港的股市 令大家分忧 和大家分忧 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这些广告 利用Superbank's Function 赞助支持网易人 很多谢各位 我们下次再见